仔细看看我们最喜爱的碳酸饮料产品 可口可乐很容易配合健康的饮食 它能够迅速解渴 广受消费者和运动员的欢迎 一个显为人知的事实 就是可口可乐的糖分和卡路里含量 较一些果汁更低 很多人视可口可乐为提神的饮料 但是它的咖啡因含量较咖啡和茶为低 此外 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表示 并没有证据显示在碳酸饮料中加入咖啡因 会对健康构成伤害 大家必须知道有别于其他竞争对手 可口可乐绝无人造色素 它的颜色来自天然焦糖 可口可乐所含的卡路里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每天提议摄取量的5% 如果那个人有定期运动量的话 则会更低 安塞蜜甜蜜素是最理想的代糖 不含卡路里 经过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严格测试 证实绝对安全 此外 更适合糖尿病患者做代糖之用 最后 正如之前所说 一罐可口可乐的卡路里含量 仅为美人每天提议摄取量的5% 所以你每天最少可以喝一罐可口可乐 现在我们对碳酸饮料有了新的认识 这将有助我们更有效地推广 我们的碳酸饮料产品 最好的推销员一致认为 你不会成功推销自己不喜欢的产品 而你也不会喜欢一些自己不了解的产品 2003年将是可口可乐之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